两年,足足等了两年,等到发展商在Downtown里推出新盘出来 其实我三个月前已经来过介绍这个楼盘了 三个月后发生什么事呢?三个月后,整栋建设卖了85% 证明其实这两年累积了很多的需求 以及看到卖Downtown的人已经如何回来了 今天很荣幸得到发展商的邀请,成为第一批的楼盘可以看到他们最高端、最矜贵的楼盘 就是三个,发展商只推出三个,叫Pent House单位 现在和大家看看示范单位 示范单位是没有Pent House这个户型去看的 但是在示范单位中,所有顶级豪华的配备都已经属于标准配套 就和大家提提,如果Pent House的话,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进来,我想讲讲,上次已经提过了 这一个智能的Panel 又可以控制窗帘,控制灯,控制音乐,控制温度 还可以直接和Consecage那边对话 所以是很方便和很安全的一个设计 进来,他们所有的楼盘都做了一个灰镜面 香港人来说,其实对这件事是很不陌生、很亲切的 因为灰镜面是一个很有格调和可以做一个镜 但是它一开了柜后,其实它又做了一个Sensor Lighting LED Lighting 所以是很实用和很美观的一件事 一进来厨房这里,大家记不记得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砧板 为什么要说它是一块砧板呢? 因为它是防刮花、防菌、防热和防潮 所以其实直接在上面切东西、砍东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方便,这个也是很耐用的 那里面我们所有的厨柜 所有东西都是意大利入口的 不是意大利品牌,而是意大利入口的 所以用料都是非常好 所有贵门都是一个实木的设计 而且这个发展商的东西是高端得来很细心的 你看这里,七榴烟机的我都知道 上面也做了一个密封式的 又安静,吸力会更加好 那Pan House呢? 下来其实有什么不同呢? 爐头会稍为再大一点,36吋的爐头 另外那个也是用了Gaggenau的配套 全部爐头,甚至是洗碗机 洗碗机你可能很少会看到是Gaggenau这个牌子 例如微波炉、焗炉 全部都是有三百多年历史的 德国顶级品牌,Gaggenau 比我们平时听到的Mila还要高一级 这个是冰箱 冰箱呢?Pan House的话 都是36吋的配套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经常都发现 如果我们冰箱呢? 现在因为伸出的冰箱都比较浅一点 好像放不到很多东西,不用担心 Pan House除了这个冰箱之外 在旁边还有一个冷冻箱 冷冻箱的系统 进到这里,这个很棒 有一个 wine fridge, wine cooler 你可以看到这个属于很大的配套 Gaggenau 但Pan House不单止是这样 Pan House 你会好像在独立屋才看到的 有个酒窖 有一个叫做 wine room 配备了一个独立的自动行温 所以如果对于喜欢喝酒 或者喜欢收藏酒 是很棒的 现在去看看主人房 一出来这里,大家觉得 这个空间感很足 这里是一个普通的9尺楼底 如果Pan House的话 是10尺楼底 所以更加更加好的一个空间感 而且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景 你会看到,哎,死火了 天天都想看这么漂亮的景 开窗帘也有时间开 不用担心 Pan House全部都是电动化的 全部是motorized 主人房,每一个主人房 他们都配了一个甲慢 可以摆证件 摆贵重物品 还有摆私房钱 好吗? 主人房 浴室的设计 全部这些都不是砖 我敲一敲给你们看 你感觉到吗? 是石来的 是marble 全部都是用云石来的 好吗? 全部云石的设计都贴上了 另外这个马桶 是圆浮式的马桶 除了很清洁之外 它还是一个很美观的设计 平时我们看到这些马桶 坐在这里 久而久之会有些 叫做condensation 就是倒汗水 又不好看 也清洁又不方便 所以现在是没有了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内陷式的 例如水箱 甚至这个按针 全部都是内陷式的 是很美观的 如果是Pan House的话 就多了一个浴缸 一个叫freestanding浴缸 浴缸是在瑞士那里入口过来的 亦都有些很特别的文的设计 所以会很漂亮的 除了企缸之外 还有一个很美观的 freestanding浴缸 好吗? 那里面这里的countertop 和厨房一样 都是防刮花、防潮、防热 所有东西都一样 而且全部都做了柜 集团 所以每一寸的空间都用到尽 甚至这里里面的材料 我都问过了 都是防水和防花的 所以没有问题 这些就是细心 来到衣柜那里 刚才也说过 他们都配备了一个 sensor的LED lighting 还有全部灰镜面 Pan House又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Pan House的话 它就多了一个叫做air dresser Air dresser就是 里面是带一个steam 蒸气 蒸气除了帮你sanitize 除了杀菌之余 譬如有些风衣 煙露 煙露 也都可以帮你烫 它有这个烫直的功能 所以很方便 所以看到了 两边都是这样 都有一个sensor lighting 还有全部的柜 都做了organizer 听到我说到这里 大家会发现 很多在这个宅宅找到的 功能 都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独立屋 才会看到 还有一样东西 我还没说完 我们天天都要用到 是什么呢? 就是天天我们都要开车 拍车 它如果是Pan House 带一个叫做enclosed garage enclosed 就是一个独立的车房 有门的 密封式的 看不到一面的 你又可以拍车之余 做些shelving 也可以增加这个储物度 其实如果在Downtown 一个串金尺套的地方 买到一个单位有景 已经不容易了 更何况可以看着English Bay 每一年 Celebration of Light的时候 可以看到 不同国家的烟花的比拼 真的千金难买 机会难逢 如果联络我的话 我更加保证你们 我可以拿到一个 六位数字的优惠 不是六千元 不是六万元 是六位数字的优惠 好的? 尽快联络我 我是谁 我们今排地产经纪 Aaron Chang 下次见